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今天沈阳市开展全员第三轮核酸检测 这个点不少检测点还在继续工作呢 积极配合道声谢谢 咱说实话 就一线的大白们真是太辛苦了 你看一站就是一天 戴着口罩和面瓶 里边全是哈气 从第一轮到第三轮 太多的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咱们就闲来无事别窜门 居家信息要畅通 如落外出戴口罩 遇人间隔一米线 不聚集也不扎堆 事情办完把家回 非常时期 非常守规矩 眼下这个情况你别说聚集了 外出活动都得减少 可是在本系满足自治县 就偏偏有人他不信邪 一群人聚在一起 竟然为了干这事 干嘛这样啊 那个弄鱼 你别弄鱼了 咱们都听到听盘上去了 谁老板 谁老板 你是老板 我出去挂个笋鱼 我还好大 我挂得弄个炖鱼 炖鱼 炖啥鱼要这么多人帮忙啊 咋的 鱼之大 你这一锅炖不下呀 哎不对 你要真是好段段炖个鱼 警察叔叔找上门来 吱吱吱吱得干嘛呀 指定有猫尼 你可得了吧 个外头听上打麻将 还有说什么呢 你 对不起 你别对不起了 眼睛举报了 没有办法 谁老板 我是 你是老板 你眼睛举报了 我一生两天 你别别别人了 别人了什么了 都不认了 不是 听上去打麻将没 嗯 是不是 你别 你 不是 这张刚才拿来狂欢 你们给收拾 啥玩打麻将 现在啥形势 你不知道我 还敢打麻将 3月18号晚上 当地民警 对辖区娱乐场所 体育 棋牌室等 人员密集场所 进行集中清查工作 可没想到 在清查到 一个居民小区的时候 发现一家石杂店 大门紧闭 屋里还有清晰的 打麻将声音 这门一打开 果不其然 这是打麻将哪不是 那个 你就打麻将 打麻将是不是 你别 你这么去干 上的麻将吧 不行 你听我的 这边举包 你没有办法 都 你们 你们几个儿玩的 来往里头去 来 坐坐坐 坐这 坐坐坐 来 坐坐坐 坐坐 来 你得了 你 forts 坐坐坐 坐坐 坐坐 干什么 坐坐坐 坐好 经了解 这老板李某某胆子 可真是够大的 在明知疫情期间 严禁组织棋牌类活动的情况下 仍然在店里摆放麻将机 还招揽其他人一起打麻将 民警在此之前多次告知 却仍然拒不知行 你这都抓现行了 咋还搁着嘴硬呢 你说你哪来的印头啊 那不打麻将就受不了了 都当自己练就了金钟罩铁布衫呢 子弹打不透 病毒都得绕着你走呗 这日子就非得就这么折腾吗 这件好 李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 拒不执行政府在紧急状态下 发布的决定命令 当地公安机关 依法对他罚款200元 你不要假的说 不就200块钱吗 主要是在这个时候 你干这个事他招人烦 他招人磕呀